在江西南京启示的时候 原总统曾经运动国会 请他们提出征伐叛党的议案 那时候参议员院长张继 因为自己是国民党员 受国民党牵连辞职了 此外国民党的议员 因为江西南京启示屡战屡败 弄得大家都很没面子 于是离京的离京 回元级的回元级 这时候国民党逝世 进步党实力大增 原政府本来就在利用进步党 进步党也甘愿接受指使 于是由汪荣宝 王静芳两位议员 提出议案资请政府 大致是说 临时政府曾按照约法 组织正当机关 此外有前妾土地 私立名号 与政府反抗 就是背叛民国 与四万万人为敌 政府为维持国家生存起见 应采用严厉方法 对待乱党 本议院代表民意 建议如下 资请大总统 查诏施行等等 原总统收到这份议案 觉得师出有名 就命令北京检察厅 传讯国民党议员 说 黄兴是否为党魁 党中人如与其联络 应由政府取缔 否则由党人自行宣布 立即将黄兴除名 国民党议员无计可施 只好开会公爵 有人自愿脱党 有人自愿辞职 正在这个时候 忽然发现 政府在四月间 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 到了七月 事情泄露出来 被两院议员知道了 这是个什么秘密条约呢 原来在大借款 尚未成立之前 政府向奥雄帝国的 斯科达军器公司 秘密借款3200万磅 实收额是92 就是说 实际上对方是付了92% 其余那8%作为利息先扣掉了 担保品是弃税 利息是6厘 条约中还付有特别条件 要求以借款的半数 向斯科达公司购买军火 此时江西的战事还没有爆发 政府却先借款购买军火 而且严守秘密 双方早已签约 政府却讳莫如深 一点都不露出来 过了一百多天 由外人间接说起 传入议员耳中 议员们听到这个消息 不论是不是进步党人 都说政府违法 不得不向政府质问 政府无言以对 只能不予理睬 但是议员们不肯罢休 接连递交质问书 政府也无可抵赖 不得已承认了 议员们不便弹劾原总统 只好弹劾国务员 这时候的国务总理 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 跟澳雄帝国借款的事 是由前任国务总理赵炳军 来办理的 跟段祺瑞没关系 又因为革命在起 军务繁忙 段祺瑞作为陆军总长 每天调兵遣将 忙得不行 于是原总统提出 由熊熙龄继任国务总理 提交两院议决 熊熙龄是进步党人 议院当然通过 于是正式下令 调熊熙龄入京 担任国务总理 熊熙龄接受了任命 辞去热和督统 来京阻隔 刚好这个时候 借款的事泄露了 议员们质问以后 接着就开始弹劾 国务员纷纷辞职 原总统顺水推舟 批准了 于是外交总长陆征祥 财政总长周学熙 司法总长许诗英 农林总长陈振仙 交通总长朱启钱 都辞职了 教育总长范元怜 工商总长刘奎一 在这之前就已经辞职 部里的工作由次长代理 内务总长本来是由赵炳军 兼任的 赵炳军离任以后 也由次长赞贷 只有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专管军事 跟借款没关系 所以自问无愧 没有请辞 熊喜龄上台以后 改组阁员跟原总统商议 除陆军海军两位总长 仍请段祺瑞 刘冠雄二人担任之外 外交总长提名孙宝奇 内务总长提名朱启钱 教育总长提名汪大谢 司法总长提名梁启超 农林总长提名张俭 交通总长提名周自欺 财政总长由熊喜龄自己兼任 原总统提交意愿 得到多数同意 于是一一任命 只有工商总长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 由张俭暂时兼任 张俭自继职 是南通州人 南通州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通 张俭是前清状元出身 实业大家 兼任工商总长 也没人能挑出毛病 熊内阁就算成立了 原总统一直以为 进步党是自己人 但是这次 因为跟澳国借款的事 进步党也出来作梗 显然两院的议员 都是靠不住的人物 要想为所欲为 就必须撤销议员才行 但此时头绪太多 只能一步一步的去做 先将国民党除掉 再收拾进步党 于是通电各省 如有国民党机关 进行撤除 并因江西 广东 湖南三省议会 附和乱党 勒令解散 同时派出密探 暗中调查 这时候又出事了 众议院议员武汉池 原籍广东 因为是国民党员 愤然出京 走到天津的时候 突然被侦探抓住 说他私通叛党 处决了 还有众议院议员 徐秀军 已经回到江西原籍 也被军人抓住 说他是乱党 给处死了 就连参议院院长张继 也被通令缉拿 幸亏他早早逃到海外 才保全了性命 原总统又借着 湖南会匪为口师 限制各省人民 集会结社 并下一道通令 乡省会匪夙多 自叛党 谭仁凤设立社会改进会 召集无赖 分布党羽 前为谋乱机关 于是 案集如林之巨匪 结各明目张胆 借集会自由之名 行开堂放票之时 以致结案叠出 民不聊生 遗害地方 何堪设想 其余并有 自由党 人道会 环球大同民党 朱铭木 同时发生举动 均多谬望 着湖南都都一律查明 分别严禁解散 以报公安 至此等情形 尚不止湖南一处 并着各省都都民政长 一体查禁 须知 人民集会结社 本有依法限制之条 如有勾结匪类 荡义范围情势 尤为法律所不容 切勿姑息养奸 质疑祸患 此令 到这时候 有眼光的人已经看出来 原总统的心思 是要靠着战胜的机会 便共和为专制 所有反对他的人物 都被他当作匪类对待 从此 民党中人销声匿迹 而那一般原氏的爪牙 却想趁此时机 攀龙赋奉 恨不得将原大总统 即日台上玉座 做个太平天子 自己也好做个推举的功臣 只是原氏凯 目前还是临时大总统 不是正式就任 倘若骤然劝劲 未免欲速不达 就是原总统自己 也未必同意 于是这些人商定 请国会先选举正式总统 让原氏凯当选 然后慢慢的 遵他为地 两院议员都害怕 原氏凯乐得顺水推舟 只是当时 大总统选举法 还没有制定 选不了大总统 所以当务之急 是制定选举法 然后才能选举正式总统 在这之前 国会商议 曾经有先选举总统 后制定宪法的计划 但是参考西洋各国 大多是依照宪法规定 来选举大总统 如果倒过来 从理论上说不过去 因此打算 先制定宪法 后选举总统 两院中的议员 就组织了两个专门机关 一个是宪法起草委员会 一个是宪法会议 研究选举正式总统的事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 江西南京启示 好不容易平定内讧 局势大变 议员们为形势所迫 改了主意 于9月5日 由众议院开会投票 表决是否先选举总统的问题 投票结果 赞成先选总统的 有213票 不赞成的只有126票 再由参议院公爵 也是赞成先选总统 于是两院开联合会 商议大总统选举法 本来呢 总统选举法 应该是宪法的一部分 如今宪法尚未制定 先要制定选举法 这有点难度 但既然意愿要迎合总统 索性通融到底 便决定由宪法起草委员会 先草拟宪法部分的 总统选举法 经过宪法会议讨论 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 便于10月4日 将总统选举法公布 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宪法会议 仅制定大总统选举法 并宣布之 大总统选举法 第一条 中华民国人民 完全享有公权 年满40岁以上 并居住国内满10年以上者 得被选举为大总统 第二条 大总统由国会议员 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之 前项选举 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用无记名投票 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为当选 但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 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两名决选之 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三条 大总统任期五年 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 大总统任满前三个月 国会议员需自行集会 组织总统选举会 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 第四条 大总统就职时 需做下列之宣示 于是以制程遵守宪法 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谨示 第五条 大总统缺位时 由副总统继任 至本任大总统任满之日之 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 以副总统代理之 副总统同时缺位时 由国务院设行其职务 同时国会议员 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 组织总统选举会 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 第六条 大总统应于任满之日解职 如届期次任大总统尚未选出 或选出后尚未就职 次任副总统亦不能代理时 由国务院设行其职务 第七条 副总统之选举 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 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行之 但副总统缺位时 应不选之 另外还有一个负责 大总统之职权 当宪法未制定以前 暂时用临时约法 关于临时大总统职权之规定 总统选举法既已宣布 就于10月6日 依照选举法规定 组织总统选举会 借了宪法会议的议场 选举正式总统 第一次投票 袁世凯得票最多 只是投票人数不满四分之三 无效 第二次投票 仍不足法定人数 虽然票上大多写着 袁世凯三字 依然无效 这时候的参议院议长 是王家乡 因为两次投票 都是瞎耽误功夫 就召集两院议员 跟他们说 我看眼前的形势 不选袁世凯为总统 怕是不行了 况且袁世凯的部下 都想趁此机会 拥戴袁世凯做皇帝 依我看 不如迅速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 免得军权复活 诸军动名时局 量也不以为谬 他的逻辑是 袁世凯的部下 想让袁世凯当皇帝 恢复地质 那如果咱们选了 袁世凯当总统 他就没法当皇帝了 议员们都答应了 到了第三次投票 还是袁世凯 黎元宏得票最多 但是谁都没拿到四分之三 依照选举法第二条 应该在他们两人之间 再选一次 正要组织投票 忽然有一大批人 拥入一场 服装整齐 表情严肃 跟军队似的 议长问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说 我们是公民团 今日推选 正式大总统 关系重大 如果总统贤良 那是朱军所赐 若选出一个 不满人望的总统 将来国家扰乱 全是朱军的罪过 我们公民团 是不答应的 与其日后遭殃 何如今日谨慎些 你们要不选出一个 国民满意的总统 今天谁都别想走 先跟你们打个招呼 不要见怪 说完就走入会场 把议员们团团围住 议员们一看这情形 猜透了政府的用心 没办法拿起笔来 都写了袁世凯三字 验票结果一出 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 正式大总统 公民团齐声高呼 大总统万岁 欢呼以后一级退出 就好像得胜班师的样子 第二天再选副总统 经过一次投票 李渊宏就当选了 于是国务院通电全国 武昌李副总统 各省都督 民政长 将军 都督 副都督 办事长官 经略使 镇边使 宣服使 镇首使 宣位使剑 本日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 依法选举 临时大总统员工 当选为大总统 特此通告 习转之省议会 并通电所属各县 一体执照 国务院印 又由外交部长 孙宝奇 赵惠驻经各国公使 为赵惠是 中华民国二年10月6日 经国民议会 依大总统选举法 选举大总统 资据议长报告 现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 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定于10月10日 行就职礼 相应赵惠贵属 礼公使大臣 属礼大臣查照 及其转达 贵国政府可言 须致赵惠者 这次 袁总统正式就任 一切礼节 已由国务院 预先制定 格外隆重 预知袁总统就职情形 请听下回